Hello 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這個因素鏡的Filter 最近也有很多人用的字典 今天我會教大家四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Tap to Change 第二個就是這個Color Filter的Preset 之後還有這個Native Picker IU 還有最後的Moving Object 那我現在就開始了 現在就分到我的字典的Filter裡面 我的Filter裡面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Color Filter的Preset 第二個就是Native Picker UI的部分 就是右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可以選擇不同的選擇的Icon 最後一部份就是我們的Moving Object 這個可以把我們的字體放到第二個位置 那我現在就開始教大家怎麼做 那我首先就開個新的File 那我們首先就做一個Color Filter的Preset 那我們首先就在這個Focal Distance 加一個Canvas出來 那這個Canvas我們就幫它改名 改作Preset 之後我們在這個Preset裡面 再加一個Retangle 改作Preset 1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Filter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在右邊 把Size變成Full Size 兩邊都是一樣 那大家看到就會變成這樣的畫面 按完之後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錄到頭下 加一個新的Material 之後在左邊這裡 再幫它改名 叫做Preset 1 這個Preset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加我們的Access 進去 Filter 我們首先就要一個Patch 這個Patch 就是叫做Fast Color LUT的Patch 這個Patch 我就會放在樓下給大家下載 之後我們另外再加一個 Color Filter的Preset 進去 Color Filter的Preset 大家就要自己上網做了 那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這個Preset 記住每一次 把照片 所有Texture 進去一陣子 記得在右邊 要把它變成No Compression 以及Sampling的Filtering 記得按做None 那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就要找一個 叫做Camera Texture 出來的 這個Camera Texture 就會在我們左上角的Camera 右邊這裡有個叫做 Texture Extraction 我們就按個加好 左邊這個Camera Texture 就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右下角 創造一個Patch 我們把剛才加入的Preset 拉出來 以及這個Patch ColorFast LUT的Patch 拉出來 之後我們就可以連在一起 這個Camera Texture 0 RGBA 要連到這個Texture Preset 就連到這個LUT 右邊這裡 就需要放一個 Preset 1的Material 我們在右邊這裡 按個Texture 這樣就可以連在一起了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就馬上看到了 右邊有一個Color Preset 我給大家看一下分別 這個就是有Filter的 這個就是沒有的 我現在就再做一個Preset 出來 也是一樣 新放出來的Preset 記得在右邊 加一個No Compression Sampling 按按Run 之後我們在這個Fast Color LUT Copy & Paste 再把新的連到這個LUT 我們就要做一個新的Preset 我們就在上面這個Preset 1 Write Kick 之後Dubicate 大家就看到直接變成Preset 2 我們在右邊這裡的Material 再製造一個New Material出來 大家看到Material 0 我們就把它改名 Preset 2 之後我們可以把它在右邊 按下的Texture 再把它連到剛剛的Fast Color LUT 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Preset就出來了 不過現在Preset 2 就是搭在Preset 1上面 我們現在就要做一個 Screen Tab 這樣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Preset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Preset 加一個Screen Tab 之後再加一個Counter 之後我們還要多一個 EQUAL EXACTLY 我們現在因為有兩個Preset 我們就要兩個 這個原理很簡單 我們首先就把Screen Tab 的Tab 連到Increase 每按一下就加一個數目 它就會有0 遞增上去 現在我們有兩個Preset 我們就在這個 Maximum Count 就寫2 如果你有3個 就寫3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Counter 連到EQUAL EXACTLY 這個Counter 是由0開始 所以0就是第一個 這個Counter 1就是2bo 我們行為0 然後 Biz 另一個Counter 現在就變回第一個 preset 如果大家想測試的話 就可以在右上角 simulate touch 就可以 按一下就變成另一個 filter 這個基本的 filter 就完成了 我現在就開始說 第二部份 開始說字儀 首先在上面 focal distance 再加一個新的 canvas 我們就改名叫Style 1 之後就在Style 1 2D Test 就可以開始 打字 如果大家想要不同的字體 就要記得自己上網單 自己本身的字體 只有Facebook自己設定的字體 我現在就把我的字體放上來 好了,那些字體證明了 大家可以在右邊 這裡 我們就 打回第一個 第一個是Food 我們就 改字體 先按一下Style 大家記得按一下Full 如果大家要用這個alignment 記得全部都是一樣的 不然 你放在不同的機器裡面 就會有不同的位置 會有 下面這裡 就會有一個 轉移 你可以放在自己想放的位置 好,那我們現在就 做下方的字體 我們在Style 1 再加一個2D Text 之後 一樣 都是Size Full Size 之後 打個Text 之後 調一下Font Size 字體 Position 這樣就差不多了 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字體就完成了 我現在立即做另一個 大家可以在這裡 Dubicate 不用重新再做一次 基本上所有設定都一樣 第二個是 大家可以看到 兩個字體 基本上是重疊了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Native Picker UI 首先我們在Patch Editor 加一個Patch Editor 加一個Patch Editor Ui 之後我們就要加我們自己的Icon 這些Icon 大家就要自己在Photoshop自己做 我就加一個Food 加一個T 大家記得所有相片都要在右邊按個No Compression 和Sampling None 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拉出來 先把第一個Icon 即Food World RGBA 連到Picker UI Texture 1 第二個T 連到Texture 2 右邊 我們需要一個Equal Exactly 我們需要兩個 其實這個原理是跟Screen Tab一樣的 它是由0開始數起的 第一個Tester 1就是0 Tester 2就是1 3就是2 就如此類推 我們在右邊 第一個我們叫0 第二個也是1 之後我們就可以連結 而右邊這裡我們就可以 出發那兩個字體 就是這個Style 1和Style 2 在右邊按Feasible 之後在這個PickerIu上按Feasible 大家就看到了 已經是沒有重疊的 我們就可以按Food就是Food 按T就是T 好了 我們現在就到下一部份了 下一部份就是 Moving Object 可以移動字 首先我們就在這邊 Focal Distance 再加一個 Now Object 我們是想移動字 我們就把Style 1和Style 2 搬進去這個Now Object 之後我們就要在Patch Editor 再加些東西 首先我們要一個 Screen Pan 之後要一個Unpack 之後再多一個Define 之後 再多一個Pack 基本上就是這樣 因為 Screen Pan 本身是2D 因為Screen 只有X和Y 所以我們這個Unpack 的Factor 只需要2D 只需要2D 不過我們的Pack 就不需要轉 因為 我們這個Now Object 的Position 是XYZ 所以我們不需要轉 首先我們就把Screen Pan 2D Offset 連到Unpack 之後 再把Unpack 的X連到上面 Y連到下面 之後Define 就連到Pack 兩個 之後 我們就要把Define 改了 這裡就需要變成2000 下面就 -2000 -2D 右邊 我們就需要擺 Now Object 的Position 就可以在Transformation 下面 按 墊墜 Position 連到Pack 之後我們就在 Style 1 的Mode 將Camera Space 轉為Wale Space 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了 大家 動字 就搬到第二個位置 之後 就是 Filter 再加2個 而 Picker UI 就加了很多個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就可以 做多些不同的Filter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我 可以在樓下說 這個教學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